字幕提供 人的身體上面有一個重心點 就一直往前 不是是往前 不是往上 是往前拉 關於秋生歌最不符合我原來想像的那個特質是 幽默感 然後好奇心 我覺得這兩個點是 一開始我比較感覺不到的 那其實說好奇心是因為我 其實常常在我們收工 在放飯的時候我們坐在 可能陽台四樓天堂那時候的陽台吃飯 他常常就會說來來來來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你覺得樓下那個人走路是從哪裡在走路 他的中心是哪裡 那你覺得他大概是一個什麼樣個性的人 我覺得在拍戲的現場其實可以看到秋生歌 雖然他拍攝的時間這麼長這麼久 但是他好像對於環境的一些事情 他還是永遠都有一種同心跟好奇心 我覺得這是一開始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的 那個叫觀察能力啦小弟 不是好奇心 你看啦人家這麼充滿感情獎的一大片 立刻被邱生哥一個那個反拍把球打回去了 小孩要教育 好啦但大家還是工人你有好奇心 好奇心是有的 覺得人怎麼到了中年中年以後 很多人說這首我什麼不知道 我什麼沒有經驗過 這個就是這樣 邱生哥啊邱生哥這一次回去演這個劇 然後之後還有來台灣嗎 我玩了之後就過來幫朋友去唱歌 對 那個跨年的 真的啊 那現在地點在哪裡 台中 喔所以跨年在這邊跟我們一起 然後唱歌到二年 我沒有試過跨年唱歌 是喔 那你如果這邊喊兩句你會拒絕我嗎 拒絕 因為我真的不是歌星 反正我們現在都聽不到 跨年的時候就可以聽得到了 好所以 唱什麼唱那個那個 Stand by me那些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你看我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穩定如山 我沒有辦法引誘他 對我就讓你唱 我要站著唱 坐著中氣不足 我知道你要做什麼 所以 你看 沒有辦法在他前面耍的 他說我這三十幾歲就看過這種主持 主持技巧了 好所以一直會這樣子兩邊來去的 兩邊來去的 對 有機會如果你要說故事 專門說給香港人聽的 那個故事會是什麼 我不是專門說給誰聽 說給所有人聽 講給誰聽呢 就是對我有興趣的人聽 我演出當然是廣東話嘛 粵語嘛 不可能是國語啊 國語我講得不好啊 講一個怎麼樣的故事呢 又在想 其實你有回答我的問題 講一個就是三隻小豬的故事 小新郎來了 這樣的故事吧 講一個小朋友的故事 秋生大哥有用 秋生Style 其實有 有回答我的問題 讓我的問題我覺得我有答案 也歡迎觀眾朋友 我們繼續的Follow Focus 盯住 黃秋生秋生大哥 來來去去 有回答嗎 有 他所有講的故事 跟他所有流露的情感 我們都珍惜 台灣也非常喜歡 你常常在這裡一起工作 那一起再發現 謝謝謝謝謝謝 不一樣的台灣很囉嗦的台灣 都給我工作 謝謝 拜託